佛教经典故事 我看你像一尊佛 有一天 苏东坡到佛印禅师处与佛印禅师聊天 两人均盘腿而坐 聊到高兴时 苏东坡问佛印禅师 你看我现在像什么 佛印禅师说 我看你像一尊佛 苏东坡笑着对佛印禅师说 我看你像一堆牛屎 佛印禅师笑笑 没有说什么 苏东坡以为他胜利了 回家后沾沾自喜的 和他妹妹苏小妹谈起了这件事 他妹妹说 哥哥你输了 禅师的心是佛一样的境界 所以看你像一尊佛 而你的心态像一堆牛屎一样 看禅师当然也就像一堆牛屎了 苏东坡听后顿时面红耳赤